雙方的開場布局 好 遊俠對衝 應該就是兩個遊俠去邊點騷擾一下 不過這邊第一時間是先擋一下 這樣子的話 藍隊的遊俠可能會比較麻煩 因為其實這種遊俠 哇 直接被交出了一個F5 他可能得拉掉了 因為其實這種遊俠對抗症狀能力並不是太好 你可以看到 雙方在開場的 這個戰術布局上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雙方都是用遊俠對衝 可是紅隊這邊是使用了死靈先去擋他 那藍隊這邊的死靈是沒有過去擋的 藍隊這邊的死靈是直接上了終點 這就是一個分野 就是 因為你拿死靈去擋遊俠是最好的一個 我覺得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這種遊俠其實 他面對症狀的時候 他F5是他比較 穩定的一個對抗症狀的方式 那像剛剛 藍隊因為他們沒有死靈第一時間去擋一下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是讓遊俠拖掉一些時間 所以導致讓紅隊是先踩下了他們自己的加點 導致分數上現在有一些差別 好 那藍隊的 魂武是趁機去把邊點給開下來 那現在就是 紅隊有一個 抱歉 藍隊有一個邊點的狀態 那中間的這個死靈已經招到極火了 死在這個位置 所以 現在藍隊是踩了兩個邊點 但是終點可能會 紅隊選擇一波輪轉 不選擇把終點直接強行拿下來 那邊點的話就是有一個工程跟這個遊俠在做戰鬥 那這個遊俠應該是有一定程度的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帶推點的那個 果然是有帶那個 推人的那個雕紋 所以他這種遊俠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推點能力 搭配他的特性的話 因為他特性裡面有一個就是 你 呃 推人的話 你可以把對方定身 所以他可以配合他的這個推人的雕紋 然後把對方定身定在外面 那可是剛剛這個工程是沒有被他推白的 因為他在那邊算是有點 消耗對方一個人在那邊 但是其實 並不是太賺 這邊果然用一個推 直接把這個 元素 用一個就算的根須 特性的就算根須綁在外面 然後 綁住以後 幫助隊友取得這個終點之後 又 要去這個邊點 做一個 牽制他們第三個點的動作 其實 其實我 我覺得吧 這邊 喔 好 那個 大劍4的推是被擋掉了 不然他剛才如果那個功能再被推出去的話 這點又要被開白 這樣子的話 對紅隊來說非常非常賺 其實現在這種遊俠算是由 ROM所發展出來一個 Build 對 歐福的話 在比賽中 當然他們可能也不一定是ROM用的 但是 但是在比賽中第一個使用這種Build 這種套路 就是所謂 充當一個邊點 然後尤其是有推點能力的這種套路的遊俠 是由 ORANGE LOGO的ROM 首先 所用出來的 那 其實 呃 我自己是覺得說 這種 遊俠的話 他的定位就有點類似推點工程 好 這邊 紅隊在終點要滅一波啊 已經 呃 獵龍死掉了 然後 這個元素也在這邊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好 藍隊這波終點的攻勢非常非常兇哦 所以他們應該可以 順利的把終點給 至少給開白 那 人 應該是可以拿下來 應該是可以拿下來 這樣的話 藍隊應該可以取得終點跟他們自家點位的優勢 那這一波我是覺得 因為他們 紅隊的人死亡時間 除了現在還有個幻術被量刺以外 等一下 這個 紅隊加點這波戰鬥可能 藍隊 如果 短 哦 目前是開白了 不過他們接下來這波可能 需要 呃 留 可能留一個人在這邊牽制就好 不過他們是 已經又擊殺這個獵龍 或者 而且對方感覺是救不起來的哦 因為這個 這個魂武我們剛才有提到 他是一個 純波移大炮的魂武 這個傷害非常非常高 這邊是開了瘟疫在應救 好 第三個人復活過來有沒有辦法把隊友拉起來成功拉了起來 所以這邊我覺得藍隊可以選擇 拉掉 他們還是選擇進去 繼續進去強碰嗎 好雪球又補到這個點位上了 所以這個點位上就變成一個3v3的戰鬥 對於紅隊來講他們這個戰鬥是 有輸得壓力哦 因爲 如果他們在這個點位上又輸掉的話 基本上可能會被一波雪球 導致那個分數來到什麼 300分比200左右 所以他們這波戰鬥會非常非常重要 目前你可以看到 紅隊的死靈被擊火了非常非常厲害 這個魂武的傷害非常非常高啊 這個 一直20002000傷害這樣跳 而且他點上又有那個 龍魂形態那個吐火 藍隊這個遊俠 血量非常非常差 他現在是在F5的星空之地裡面 進行一個補血 利用一些地形規避一些傷害 不過他身上有些症狀哦 這個冰凍可能會要了他的命 有沒有辦法驅掉 勉勉強地驅掉 但是身上還有一個流血跟中毒 這邊還是進入了倒極狀態 並且對方的 對方的這個獵龍者是怪 把他終結掉 所以 藍隊應該是 我覺得還是 他們還是在硬打 其實我覺得這波藍隊撤掉是可以的 我覺得他們已經足夠 拖了足夠多的時間 在邊臉上 那 也讓他們分數 拉開了一定的這個分差的優勢 哇 這邊又多送了一個人 現在才要退 對這個 對於這個魂武來講 就會比較 可能會比較麻煩 不過 Elko剛才是復活了 已經補到這個點位上 一直在幫他做治療 一直在幫他隊友做治療 好 看來這個魂武是沒有問題 撤掉 剛剛藍隊的這個死靈 直接被對方的死靈 接了一個 恐懼 倒在了 Cube的下面 並且工程也是很危險 這邊 隱身跟縮小都出了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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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還是 藍隊目前場面上 比較佔優勢喔 終點上面感覺藍隊又潰敗了一波 而且這一波輪轉紅隊有點 我覺得他們抓不到節奏 因為他們現在死靈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是 蠻難走掉的 他現在只是開溫硬撐而已 然後邊點上面 他又是用一個 輔助的幻術去打魂武 那這種幻術其實傷害是完全不足的 魂武作為一個玻璃大砲 他卻有非常好的續戰能力 所以他可以完全在這個點上跟你耗著 那等到他們人 這個復活之後 遊俠 踩完終點又可以補位到這個點位來 所以這個點位又是一個 纏鬥的狀態 那這樣的話 等於這波三點會直接 讓 分數會完全拉開到一個無法逆轉的程度 死靈也往這邊靠 藍隊這一波的輪轉還是做得很到位 在人數的這個掌握上 盡可能你可以看到 都是維持一個人數均等的情況下 就是不會讓對方有 有這個 就是一個多打掃的機會 不過剛剛這個德魯伊是 已經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隊友在救 可能救不起來 不過現在這個分差其實 領先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們 藍隊只要小心不要被反滾一波雪球的話 應該都是 可以很順利的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死靈這邊剩下888的血量 靠著DS 硬回到終點 看有沒有辦法 隊友 雪球是在一個什麼形態 切到水 但是還有5秒才能超載 直接切掉 強行是給了他一些治療 哇這邊是成功的 把這個死靈從這個 888的血量極限 稍微奶了回來 等一下又可以切一個水形態 繼續幫隊友補血 並且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戰火的治療是 可以 不過他沒有貼著他放 這個戰火治療 其實要貼著 這個隊友放 治療量才夠多 這就是為什麼元素現在輔助能力也很強 其實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他比 這個遊俠的輔助能力更強 那原因其實在上週的這個 資格賽裡面 其實我也已經提過 那剛剛紅隊是把邊臉給拿下來之後 我這個 元素是已經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那終點的情況 紅隊只剩下 Keskaw的一個 W1在終點上做支撐 然後其他人是下去夾擊了這個 位置很差很差的 Pose 死靈 已經是直接死在這個 KEEP的下面了 隊友沒有辦法支援他 那你可以看到 Argy已經在 清這個 Chifton 他把這個BOSS收掉之後 其實藍隊大概就贏了 再多加25分 哦元素過來有沒有辦法 啊 Chifton好 哦沒有 他身上沒有那個 足夠多的症狀 所以Chifton要回去 我其實我覺得他可以不用回來 守啊 直接收掉就好了 感覺他還是不想掉點 但那個點 點位還是被開白了 因為剛才Chifton只剩下很少很少血量 我覺得可以直接收掉 就不用回去了 那目前藍隊的分數已經非常非常接近500分 這邊再收掉一個人頭分嗎 這邊被推了一下 不過這個隊友大概也是救不了 要救 我這邊 藍隊有點大意啊 他們在殺掉之後 人全部散開了 只剩下這個 魂武有在附近 想要做一個壓制 導致這個 幻術 輔助幻術 用了一些法池 然後就把這個 隊友給救了起來了 好 我們恭喜藍隊 這個Vervinian 取得現在 第一場的勝利 那這邊畫面跟那個 這邊畫面跟聲音都正常嗎 因為今天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出了一點狀況 其實都是我太蠢了 你知道嗎 就是 原本吧 就是 我忘記 我忘記 我們只有一個關障位置 然後 我也沒 跟小空講 就是 小空原本想跟我一起播這個比賽 結果 我才臨時想起來 我們只有一個關障位置 這也是 一個腦殘 要塞模式 會不會正式加入地圖 不會 對 這兩個東西 目前來 看的話 POLLEAGUE 它那個規則已經有出來了 這個要塞模式是不在 比賽地圖 裡面的 因為 玩法完全不一樣 目前要塞模式 可能作為一個表演賽的性質 會比較 適合一點 嗯 至於 鬥魚那邊的畫面 因為我這個鬥魚那邊的彈幕一直是屬於一個壞掉的狀態 所以我沒有辦法就是看到大家在講什麼 對了你那個直播延遲射零有沒有射零啊 你直播延遲要射零喔 你直播延遲射零 因為你已經是播我Twitch的畫面 你再有60秒延遲的話就太久了 你這邊直播延遲直接射零就好了 好 好 好 今天 tenants就這樣 你們開始了 那这边就稍微等待一下 大帝恩哲那个 大帝恩哲是这个特性 grace of the land 一般来讲pvp这个特性是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在pve当中可能有用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斗鱼的那个弹幕不会坏掉 这边如果斗鱼那边的观众为什么问题漏掉的话就不好意思 因为我斗鱼这边弹幕坏掉我没有办法看到大家问题 那这场输回来 哦他带了一个传送门他换了一个传送门 他上一场也是用传送门吗 我们在介绍build的时候他是用那个 转 偷三个争议然后转三个症状的嘛 那他们因为他们队伍组成的关系哦 他们让kenskot的这个德鲁依据充当一个类似像他们上周这个super那个推点工程做的这个工作 所以变成说他就改用一个辅助型的换数那这种换数其实在团战中作用蛮大的 因为他可以提供队友很好的尤其是这个减CD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特性里面有一个 呃当你放到法池之后呢 这个法池结束的时候 会出现那个allacrity 那allacrity这个 他不是属 他是属于一个效果 而不是属于一个争议 所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消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让你的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加快66% 那他有你可以看到他有非常多的法池 所以在点上战斗的时候 假设他这些法池都放下去的话 其实他可以叠加一个很长的这个allacrity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说你整个队伍的 技能冷却都可以说到很短 那自然就是比对方强嘛 所以现在这种其实这种法池换数是蛮流行的 好的那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 我们一样是先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开场布局 我猜双方还是会派游侠应上对面的点 就是先冲原点 但是这边的话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有点下的分野就是 呃 红队这边是有用死灵挡了一下 所以他们开局是有取得一些优势 哦没有 这边 红队的游侠是上了自己的加点 那蓝队游侠是冲向原点 那这个边点的战斗就会暂时打个没完 那这个Argy这个攻城就会比较危险 因为他是处于一个2v1的状态 不过他有个隐身小飞机 直接隐身小飞机开了 往后拉掉 队友好像是没有要回来帮他的意思 所以这个点只能放了 那 因为他们这个点只能放的关系 所以刚刚那个红武也是 配合了这个游侠把这个 对方红队这个游侠压 压回家里面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点位上的互换 接着就要进到中间一个大团的节奏 不过这边 似乎是想配合工程 去压这个死灵 因为死灵 现在这种死灵就是 不是现在这种死灵 死灵一直以来 从这个游戏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不能放的职业 就是你没有办法放他Free DPS 否则你整个队伍会被他这些症状 搞得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他们原本一开始是 打算是去夹一下那个POSE的位置 因为他一个人落单在那边 不过 CASCOD 红队这边的德鲁也是非常聪明 直接就去支援了那个POSE 那红武又轮转到中间 目标是对面的 猎容者 刚刚那个法当武 其实造成了猎容者蛮多的伤害 这边切了刺客形态 开了Quicken 猛砍 逼出了对方猎容者的这个无敌 冥想 继续进场 利用这种实在血量非常低 而且这个感觉是救不起来的 他们自己的元素 哇 他终点一波大团 这样子的话 红队是中间要崩掉了 元素很快在救 是勉勉强地救起来 不过POSE 现在也是深入敌阵当中 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会被夹击的位置 对方已经转换了一个目标 在攻击POSE 在激活POSE POSE也在这边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倒地压制 这个输出非常的猛烈 那这样super可能也是走不掉了 不过其实他们这波还是拖了一点时间 那趁机再利用复活的人把边点给开白 所以这样子的话 应该某种程度上可以阻止对方滚雪球的节奏 但是他们还是要注意之后的一些 呃 轮转上 这边要应救吗 这可能 会救到自己死哦 好 好 POSE这边也过来了 强行拉一下 会不会救到自己死掉 哇 这个就是 我刚才有提到说的 你不能放死灵 Free DPS 你放死灵 Free DPS 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 而且现在这个冰洞死灵 这些冰洞伤害是 非常非常 噁心的 利用一个DS2追击一下 这个冰洞放到 4秒的冰洞 一波症状转回去 这个POSE 可能这个要被冰洞跳死 哇 最后一跳 没有 剩下226滴的血量 勉勉强强回 这个回到基地里面 这边应该会拖战再出来 那另外一个边点上的战斗 是由这个 蓝队这边是 德鲁伊 以及 红武者 在跟对方的游侠和 这个幻术 对方的德鲁伊和幻术 在进行一个2v2 但是幻术已经进入了倒地状态 因为他们这个组合 没有伤害你知道 就是 这个 德鲁伊算是一个 算是偏辅助的位置 那幻术也是辅助的位置 那这两个没有伤害 变成说对方可以 你知道 对方这个 魂武就可以 完全处在一个进攻的模式 然后一直把他的伤害打出来 那 红队这两个 2v2的方面 就只能挨打 看来这边2v也是要 封掉了 哇 这样子的话我感觉 红队这一波 要被雪球啊 其实我在赛前预测 我以为卡葵区大概可以拿下一场胜利 就是大概1比2输掉 这样 看起来的话 这 可能要被2比0 因为这张图是一个很 其实一直以来 这个 激战2都是一个 怎么讲 目前现行的这个 征服模式 其实是雪球 的 效用很大 就当你人数开始捡员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去 做到什么 那以前的话 还有贼幻组合 比如说利用传送门 或者是利用隐身 掩盖你的战术意图 来打出破口 但是因为现在盗贼的出场率 被压制很厉害 那缺乏了隐身 或者是 比如说传送门的这种 战术运用的话 其实 变成说你的轮转 会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进行 就是你想去哪个点位 对方其实是看得到的 那在对方看得到的状态下 对方就很好 针对你的人数去进行调配 就是他不会被你 这个叫做outnumbered 就是不会 让你有多打扫的机会 所以变成说你 现在这个版本吧 比较强调一个大团 那 大团 你打输的话 就有很 就很可能 进入一个什么 万劫不复 是这样讲的吗 的情况 所以 你可以看到蓝队现在就是 在滚一个雪球 那 红队这边是集结四个人 试图把嘉莲拿回来 蓝队是好像想要拉退 不过他们拉退其实也可以 就是 现在就是 你只要不要出太大的失误 像 比如说你为了压他们第三点 然后导致你死了 三 两三个人 然后被对方反过了 一波雪球 其实 都不太容易逆转 以现在这个版本来讲的话 因为他缺少了这些 一些战术性的破口 打破口的机会 现在目前 刚刚 蓝队的工程是 被击杀了嘛 所以 红队抓紫人的一波机会 在终点 产生了一个 多大少的战斗 那再度把这个元素给 压到进入倒地状态 不过 队友很快的把他救了起来 喔 Snowball这场是 使用了一个法杖 我们 应该记得没错的话 他上一场是 这个 DF吧 匕首巨能器 那这场是用法杖 其实 呃 现在元素就是可以看地图 去换你的武器 像这样的话 就是 这张地图在中间这个 终点比较大 所以 你用 法杖的话 其实也 蠻不错的 毕竟有一个射程上的 優势 好 Postys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救不起 因为对面的curve 还在继续的输出 蓝队又是一波三点的节奏 终点 红队的人继续捡员 看来 随时都可以打出了GG 好 目前蓝队的分数已经非常非常接近500分了 好 在边点上面 又是一个 掌握人数优势的战斗 Postys的位置又被抓住了 不过这边 红队的猎龙者 重生了 所以 curve一直在退 队友过来支援他 这边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拉掉 这边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拉掉 然后雪球是给了他们一个这个光环 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都 刚才都有这个 冰霜光环跟这个土 这个大地光环 浮队 特伏这边被集火 他的DS是比较少的 不过应该还是足够进到一个DS形态 反而是对面 为了追击他已经 被反杀了 这边是开了这个瘟疫应称 然后踩了 四个传送门 去边点做一个修整 工程有没有办法走掉 这边被 幻数的精英大招关到了 逼出了被动的缩小 不过他身上有个很长时间的 去有的在跳 补血 把去有的消掉 并且利用了这个 大锤3 配合补血有个力 的终结技效果 他这边应该会开出隐身小飞机 没错 利用隐身小飞机 给的这个 暂时性的隐身 把对手一个人拉过来 差一点点就可以开板 然后继续在这边做一些消耗 好 这边恭喜蓝队以2比0 取得了这个 Pro League 第一周的这个胜利 那Pro League它是属于一个 算是积分 积分性质 对它每一周都会进行四组对战 那在七周过后呢 这个积分最高的前两名 每个地区就是欧府跟美府 积分最高的前两名 会进行一个 在第八周的时候 进行一个线下的总决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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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